我們今天要上的是第十九課 就是我們前面兩節課都在講演算法 就是講怎麼求解 那我們今天開始要focus在比較實際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一組data 然後有一堆x 就是你有一堆你想要 就是你想要用的variable 然後你要預測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現在我們要做預測任務喔 好不好 那你有哪些工具 你手上有哪些工具可以去做這個預測任務 目前我們想到的就是回歸 對不對 線性回歸、邏輯式回歸 分別對應到連續變相跟類別變相 那個公式我們都會寫 那這兩個東西準嗎 這個很多人懷疑 對不對 或者我們不要講說準不準 準不準可以做實驗 對不對 那至少我們手上如果多學一點工具的話 那這樣我們可以比較比較多種 我們可以每一個任務我們都比較 假如比較十種Egonyzen 比較十種這種預測方法 然後看哪一種方法比較準 然後最後我們就present那個比較準的那個 這樣可以吧 可以理解我現在想要幹的事情是什麼嗎 那個線性回歸不見得比較不準喔 我們之前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啊 那個比較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 那個 體組成 就是那個身體電阻測到的那個 測到那個電阻 然後去預測這個 呃 體組成這樣子 我們發現線性回歸比 其他更advanced的那些方法都更好 所以 不見得線性的就不好 簡單的就不好 好那所以我們今天要教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教這個機器學習裡面最簡單的兩個技術 一個是決測數 一個是隨機森林 然後我們會告訴你原理他怎麼做的好不好 好首先 我們來現在要踏入這個機器學習的領域了 那機器學習的目標是利用過往資料 預測未來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有趣的例子好了 就是 如果今天要用性別年齡身高體重BMI 這些有的沒的東西去預測 就來說 兩年後是否會得到這個 就來說 某個疾病 這個邏輯是會規大家都會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說 就是 你對你的那個 Variable 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你覺得他們彼此之間怎麼組合的 有什麼交互作用 你就可以在 邏輯思維規裡面增加它的什麼 相次嘛 比如說 等於 X1 加X2 然後加上X1 X2 類似這種東西嘛 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齁對不對 好可是問題是 有時候受限於研究的限制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把那些Variable之間 那些Variable跟那個 Outcome的關係描述得很清楚 舉例來說我們以下面這個例子來講 下面這個例子是什麼 這是手寫數字 手寫數字嘛 對不對 這些手寫數字的圖啊 你是不是一眼看下去你就知道這是9 你就看到這是6 這是9 對不對 沒有問題嘛 你一眼看下去你就知道它是什麼了 對不對 好可是問題是啊 你一眼看下去就知道它是9 可是啊 這個 邏輯是什麼 你再注意一下 圖片在這個 圖片在那個 電腦裡面 它呈現的形式是一個 白色 白色 純白色就是1 然後純黑色就是0 然後它這裡是28乘28的像素 所以總共就是700多個Variable 對它是手寫數字的幾 這件事情是不是 聽起來就是 你完全描述不出它的邏輯 雖然我們的人腦馬上看到我們就知道了 對不對 好所以隨著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學期的下 就是之後所有的課程都會圍繞這個 手寫數字 然後我們來試著去用各種 積極學習的方式 去描述 手寫數字這個圖片 跟這個 它是數字幾的關係 好不好 然後會越來越的 Advanced 好 那我們 先來做一個簡單的多分類問題好了 好 我們注意一下 邏輯思回歸 邏輯思回歸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只有兩類嘛 對不對 那你們是否曾經想過 那三類以上怎麼辦 三類以上的預測怎麼做 有 有沒有人有idea 有沒有人有idea 我們要請碩士班二年級的人才有可能會有idea 雲晨有沒有上過高通 有嗎 如果三類怎麼辦 no idea 好沒關係啦 這不重要好不好 我們來看三類怎麼做好不好 那個 我們現在不要強求說就是一定就是 就是 就是一定要會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學了所有機器學習 都分成那個奧康都分成是類別跟連續 連續的就是類似線性回歸奧布 對不對 類別的部分到時候會介紹有新的玩意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 我們來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 DATA IRS這一行 這個看得懂是什麼吧 把IRS這個資料把它叫進來對不對 這個前幾節課就有demo過了 對吧 把它叫進來之後我們先把它圖畫出來 我們發現這裡有三種群落 對不對 然後我希望啊 根據這些 就是根據這兩個Variable 然後我希望可以把 這三種群落把它分割出來 好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 你現在看到這張圖 你先不要想寫數學士喔 想寫數學士很難嘛對不對 我要怎麼樣把這三種群落把它分開 我是不是就畫一條線 我去描一條線 大概描一下 大概描一下大概描一下 這樣可以吧 這樣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說 喔這三種 就是大概描一下大概描一下 這樣子的話 那個 他這個 就是 他大概 就是 我就可以做一個 以後我就按照那個邊界去分類 這樣知道嗎 我有新資料的時候我就按照那個邊界去分類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這一個學期會教 這四種通通都會教到喔 好不好 第一個是DECISION TREE 他畫出來的線 會長這個樣子 好我剛剛已經講過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畫線這件事情啊 我們人來做是很簡單的事 可是你要表達人數學士嘛對不對 你用DECISION TREE的話 他畫出來的線 就會有點這樣方方正正的 這樣可以吧 這是用DECISION TREE畫出來的線 如果是用Logistic Regression 那 Multinormal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多分類的啊 他畫出來的線就是直線 他只會畫直線 這樣知道嗎 知道這兩個的差別了吧 好如果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個我們下節課會講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下節課會講 下節課大家 我希望下節課大家 都是來之前狀態稍微好一點 下節課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可能是 有史以來最難的一節課這樣子 好不好 那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非常的難啊 那個 就是他的數學啊 那些東西非常的難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你們先預習啦 好不好 其他課不預習就算 那一堂課不預習 那根本就聽不懂啊 好不好 不然就要很多的複習這樣子 好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就可以畫出我剛剛講的那種 有點曲線的那種感覺 這樣這個看起來就厲害了吧 對不對 好 最後Random Forest 他是Decision Tree的進化版 他畫出來的線很像Decision Tree 但是啊 會有一些 會有比較多的轉折 這樣知道吧 所以 我們大概可以感覺 線性這個一定最差嘛 對不對 接著Decision Tree 接著Random Forest 接著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樣可以吧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們現在一定聽不懂 他的名字是什麼啊 蝦捷克我們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的名字叫Support Vector Machine Support Vector是什麼 這樣子 好不好 好 所以邏輯思惟規的 致命缺陷是什麼 如果遇到線性 不可分割的問題 那邏輯思惟規就沒辦法做了對不對 那 剩下的Decision Tree Random Forest 還有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通通都可以做線性不可分割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 可以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還是做Logity Regulation開始 但是 這個 函數GLM 他可以進行邏輯思惟規 但是 他只能夠做 兩類的樣本 對不對 邏輯思惟規你們學到 就只有兩類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的Sample Size的數目 比變相數還要少的話 這個是沒有辦法做的 這個可以理解嗎 這個在統計上可以理解嗎 如果我的Sample Size只有兩個 我沒有辦法放三個Variable去預測它 為什麼 你可以這麼想喔 因為在二維空間中 兩個點是不是可以決定一條線 所以一個X可以預測一個Y 我最少最少需要兩個樣本 不然我那條線畫不出來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那如果在三維空間中 我要用任兩個X1X2去預測Y 我是不是至少要三個點 否則的話我沒有辦法製造出一個 預測平面 可以接受齁 所以說 樣本數一定要大於等於變相數 這可以吧 這是統計方法 基本基本的 的邏輯 如果你 現在聽不懂我在想什麼的話 你就只要稍微想一下 線性回歸的自由度是多少 N-2 所以N-2的時候做不出來 N-2的時候才做得出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大概邏輯是這樣 可是啊 很抱歉啊 如果比較先進一點的統計方法 其實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叫Panalyze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如果你願意上我博士班的課 你會發現這個Panalyze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它其實就是名字比較高級 它實際上做的變化非常少 可是我在這邊沒有辦法 很快的跟你們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牽涉到後面數學的部分 所以你們就知道 有一個統計方法 叫Panalyze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它可以做三類上 並且樣本數小於變相數的分析 這樣可以嗎 好 你需要的 Library叫做GLMNet 這個等一下大家可以安裝GLMNet這個函數喔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好看喔 首先我先set 我先這樣好了 看著我的語法 首先我先setset0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想要固定它的隨機數碼 這樣可以接受 好 然後我把樣本 分成Training Sample Training Sample有這些 IRIS裡面的Training Sample 跟IRIS裡面不是Training Sample的 我們叫Test Data 這樣可以嗎 Training Data跟Test Data 注意喔 在我們以後 我們往後用到的機器學習的技術 以前我們在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你通常不會把樣本分兩個吧 對不對 以後你要知道 那是因為以前的統計分析方法 都是線性的 然後邏輯式回歸 或者是線性回歸等等 對不對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 在往後 你使用機器學習的方法以後 你必須了解這些方法都非常的強大 強大到什麼程度 他要把考古題全部都背起來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夠用 一筆Data Training完之後 然後看他Accuracy多少 你就說 喔他準確度多少 不行 你一定要把它區分成兩個組別 然後用Training Data 來訓練讓他寫考古題 並且用Test Data 來Evaluate他的Performance 這樣可以 所以我現在把樣本區分成Training Data 這邊總共有100筆 跟Test Data 並且看著我的做法 這個語法都非常簡單 來 Library GLMNet Library完了以後 我們使用這個函數 GLMNet等於Y等於 Training Data裡面的第五個Variable 這個第五個Variable就是花的種類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五個Variable是不是花的種類 這樣可以嗎 然後前面四個Variable 當作X 所以我要用前面四個Variable 花瓣長度、花瓣寬度、花瓣寬度 來預測他是哪一種花 這樣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嗎 好!Family Martinomial 多分類 浪打 這個浪打 就是 Panalyzed Logical Regulation的這個懲罰參數 這個東西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是什麼 它叫L2 正則化的參數 這個東西 我在博士班的第四課會教到他 你到時候就會非常清楚 什麼叫L2正則化 第三課 你不忘記第三課還是第四課了 反正我博士班的時候會教 現在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參數 這個數字設的越大懲罰越多 設的越小懲罰越小 好!接著 你設好參數之後我按RUN 這個GLM model就已經做出來 這個Model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也不太想去管裡面的參數 長成什麼樣子 好不好 接著 注意喔!注意這個用法非常簡單喔 Predict這個函數 Predict 括號GLM Model 豆號 我把TestData的1到4把它丟進去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算出新的Predict的Value 玩一下RUN了以後 Predict點Test就是 它是第一個類的機率 它是第二類的機率 它是第三類的機率 這樣可以嗎 數字越大 就代表它越有可能是 這樣可以嗎 我們用MaxColon 這樣子我就取得了 欸這個 第一個它預測什麼 第二 它預測第幾個類別 它就找那個 數字最大的那個 它就把它留下來了 這樣可以吧 最後 來我們Pable 把它Predict Y 跟Test Data 真實的Value 來做個比較 按下RUN 好!我們看出了 欸!蠻準的對吧 以這個情境來講 是不是預測的還蠻準的 可以吧 可以理解齁 好! 在我們繼續之前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是什麼 下一頁就是練習衣了是不是 好! 下一頁練習衣我們先講完 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是 首先 先Repeat 這個部分一次 讓你產生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先Repeat一次 產生這個結果 接著 練習衣的時候 請你下載一個 手寫數字辨識的資料 這個手寫數字辨識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今天是第19課嘛 對不對 這個手寫數字辨識的資料 你讀進來以後 注意 一樣 先setseed 然後我把資料 分成trainingData 跟testData 這樣可以嗎 我把資料一樣 分成trainingData 跟testData喔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Data長成什麼樣子 好不好 我們用 nraw trainingData x 然後ncolum 好!這代表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trainingData 它的一個raw 就代表著 每一個pastle 它的value 0是代表黑色 255代表白色 這樣可以嗎 知道這個Data的樣子嗎 好! 當你啊 當你把它 畫出來的時候 來注意喔 我們現在把它畫出來喔 我們 i等於1的時候看看 來這個plot 首先先開一個空畫布 開完之後 來我們把這個 training x 然後第1個 第1個 這個value 它是不是有 784個數字 把它變成一個矩陣 number of raw 等於28的矩陣 所以它會變 28 x28的矩陣 對不對 然後就會變這個image 然後這個image 我把它rest出來 這就是8 這樣知道了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 它的training y的label就是8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你就知道了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其實啊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x 就是它像素的 是白色還是黑色 非常簡單的東西 一個非常初階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用這些東西 去預測 這個 它到底是什麼類別 這樣可以吧 然後請用 請你模仿這個過程 用GLM.NET這個函數 用GLM.NET這個函數 用x預測y 用training的x 預測training的y 然後並且得到一個model之後 用training的 用這個model來 然後加上test的x 預測 txt的predition value 然後把txt的predition value 跟txt的y來做比較 這樣可以嗎 理論上你會得到這個結果 它的accuracy大概只有兩成 注意這是一個十分類的問題 這是一個十分類 總共手寫數字總共有十種嘛對不對 所以bytrance的話 它的performance是10% 其實它有兩成的預測準確度 已經還可以了 好 我們先做一下好不好 好 上面這些語法是不是把檔案讀進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大家都看得懂吧 這些語法是把檔案讀進來 並且把資料分成training跟test 對不對 這個語法是前面這裡貼的嘛 貼到這裡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齁 好 當你檔案都讀進來 也分割完了之後 我們來這裡 剛剛我們trainingmodel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裡 我們trainingmodel libraryGLM.NET 接著 它的y是放什麼 顯然是training的y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它的x放什麼 training的x嘛 對不對 但是要as matrix喔 注意一下 因為你現在trainingx的class 是data frame 但是啊 你如果問號GLM.NET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x 它的x 就是 接受的是 matrix 所以你要as matrix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family 浪打這邊通都不用改 好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執行了 執行完之後 GLM model就出來了 這個GLM model長什麼樣子 我們根本就看不懂 也不重要好不好 接著predictGLM model as matrix 這邊testdata顯然就換成testx嘛 對不對 這樣我們是不是出來了predictx test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它是16800乘以10乘以1 這個16 這個10顯然就是 0到9的數字嘛 對不對 好然後 我們一樣 一樣畫葫蘆 predicty是不是就出來了 predicty出來以後 把它跟test的y 做一個比較 好我們果然發現 很不準對不對 好不過 很不準啊 這個predicty 注意一下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redict test predict test 它的dimension 是長這樣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1 1到5 好 這個是說 這個樣本 它是0的幾率有多少 它是9的幾率有多少 所以這裡是0到9 對不對 但是我們maxcolumn出來是1到10 所以我們在這裡啊 要給它一個 要給它一個factor 然後這個 levels 等於0到 先等於1到10 然後再把 levels predicty 等於0到9 這是什麼意思呢 當我做完這個之後 我先把它變成一個factor 我先把它變成一個factor 但是它的levels 是1到10 接著我去改它的對照表 改完對照表之後 它現在就是0到9了 接著我做table的時候 然後出來就是完整的 然後 這個table 這個table我把它存下來 這個table我把它存下來之後 它的中間 這個可以拿到table中間 這些value 它中間這些值我把它加起來 正確命中的比例是5810個 正確命中的比例是5810個 正確命中的比例 去除以 nraw 這個tester 點x 我得到這個34% 這就是我的預測準確度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先 還回去 讓你再稍微練習一下 好不好 在我們下一個小節之前 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的這個流程 現在我們這個流程 你要記住喔 首先先把data讀進來 分成training跟test 接著大部分的情況下 假設我們call套件的話 它的做法大概都是這樣子 先用一個函數去training一個model training完model之後 當然你要下參數啦 對不對 參數就跟那個model是什麼有關了 training完一個model之後 通常就拿這個model直接predict predict的model 然後痘點 然後那個test的data 然後接著你有了結果之後就比較 其實這個語法非常簡單 等一下我們在用套件的時候 幾乎都是用這種形式 好不好 好我們接著 繼續上決策術 好 邏輯是會規 它的問題非常清楚 剛剛那個問題顯然是 線性不可分割問題對不對 所以說你邏輯是會回歸的效果非常差 準確度只有30%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最簡單的監督機器學習法 是決策術 決策術的數學部分最少 所以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數學最多 所以說我們來學習一下決策術怎麼做好了 決策術就是我們希望電腦 可以給我一個類似這樣的數 一個病人進來 我先問他 他是男生嗎 如果不是 決策術就直接告訴我 他的survival rate是36% 如果進來是一個 如果進來是一個 survival rate是73% 如果進來是個女生 是個男生 我們就進來再問他 age是不是大於9.5 如果他大於9.5 我們再進來問他這個題目 最後每一個人每一個樣本 總是會被丟到 這四個組別的其中一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組別的機率 告訴你說 你會活還是死 這樣可以嗎 決策術的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那問題是 我怎麼用agony人做出 假設我第一個variable 要用什麼 對不對 然後怎麼分類 然後四個連續變相怎麼辦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答案就是 其實我們就先用 IRIS的資料來實作決策術 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把這串語法貼上來 這串語法注意一下 這串語法我沒有要你們學喔 這串語法是 首科決策術 你們完全以後應用的時候 不需要用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來看著我在做什麼 首先 我先把它清空 首先先把IRIS的資料抓出來 對不對 setseed等於0 training sample 把training sample拉出來以後 來 注意一下 optimal cutpoint 這在做什麼 現在 我的optimal cutpoint 總共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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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thread 我要留下我的 最佳切點 加上它的p-value 好 來接著4 i等於4 i等於1 我在做什麼 首先我先把 第一個 variable 先排序 再做unique unique unique完之後 它的第一個 value 就是它總共有4.4到7.9之間 這樣可以嗎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先把所有 value 把它秀出來 所有 value秀出來 移除重複的 這樣可以吧 所有 value叫出來移除重複了之後 然後我現在要開一個叫 開square.list 這是一個 長度為 這個unique value 它 長度的 再少一個 這樣為什麼勒 因為我現在假設它長度有 10個 我就要找9個potential的切點 然後去測試 這個切點 用這個切點來切的話 它來做 開square test 這樣它的準確度有多少 這樣知道吧 這樣知道吧 接著 i 1到多少 i等於1的時候 J等於1的時候 我們這個 potential cut points 就是第一個數和第二個數 加起來除以2 所以我的potential cut points 就是 4.45 這樣可以嗎 在這裡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接著 names開square test 等於4.45 所以現在開square test 它這邊是4.45 這邊都還沒加 這樣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了 好 接著 我們把x x等於 這個training data的第1個variable 它大於potential cut points 這就是x 有很多true跟false 對不對 可以接受 然後 它的y就是我的outcome 對不對 好接著 我把x跟y 做ficial exact test 我在這邊做ficial exact test 我取得的這個 東西 是不是就是 用4.45當切點時候的pvalue 可以接受嗎 用這個down cut point的pvalue 我把J回圈執行完之後 我得到的 是不是就是 在每一個切點之下的 fficial exact test的pvalue 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取最大值 取最小值 pvalue的最小值 這樣就是最顯著的切點 對不對 它是第12個地方 然後我把第12個地方 把它填進去 這樣我的optimal cut point 就是 對於第一個variable來講 最佳切點在5.55 然後 它的pvalue是 7.25乘以10的-16次方 知道我在做什麼了嗎 然後我把i回圈把它做完 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第一個variable 5.55pvalue 第二個variable 3.15pvalue 第三個variable 2.45pvalue 0.8pvalue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知道我在做什麼以後 你是不是就知道 如果 我現在要做決測數 我第一個variable要用誰 一定是下面這兩個variable 其中一個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variable 它的pvalue完全一樣 所以選哪一個都可以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一定是選其中一個 一個variable 然後 選它的cut point 這樣子去做決測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理解 它在做什麼嗎 好 注意喔 決測數這樣做完了以後 你是不是就把樣本分成兩群了 根據那個variable分兩群 對於每個群落 全部 剛剛的事情全部 通通再做一遍 這樣懂了嗎 這樣知道決測數在做什麼了嗎 我重複 清理一次邏輯喔 現在有一個樣本 假設有十個variable 十個variable 每一個variable 有連續 有類別 類別的話就比較簡單 對不對 連續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 連續要找最佳切點 好 對於連續 連續變相來講 對於連續變相來講 它就對每一個variable 去找出它 最好的cut point 和最好的cut point 和最好的cut point p value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把列表列出來之後 就是選擇那個p value 最小的 然後用那個cut point 做第一次的分類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它就把樣本分兩群了 對不對 這兩群就繼續往下分 直到 主要說 不顯著為止 最佳切點也不顯著 這樣它就不做了 這樣可以吧 注意喔 不會做很多次就 做 做沒幾次就會不顯著囉 因為樣本會越分越小嘛 對不對 所以真的會做沒幾次 就不顯著囉 好不好 好 繼續 我們來用套件來做 有個套件 注意一下我們剛剛的結果 然後我們把 下面這裡全部刪掉 有個套件叫party 等一下又可以下載了 party這個套件 來看一下喔 這個treeModel等於Ctree Ctree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函數嘛 formula等於 這是我們的outcome variable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outcome variable 然後 那個 蚯蚓 蚯蚓點就是說 我們後面的data全用 對不對 後面的variable全用 我們用trainingData trainingData全用 然後我們build了一個treeModel 喔靠 要先library plot treeModel 你有沒有發現 他選到的變相 跟我們剛剛 選到的變相一模一樣 切點不一樣 那個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 好 我們把他一樣sort sortunique之後 我這個語法從來沒有用過 對不對 抱歉 我們把他換掉 剛剛那串語法等於這個樣子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1.9跟3.0中間 其實找任何一個切點都一樣 所以他找1.9以上 我找2.45 這個是ok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找出來的結果 跟他一模一樣喔 這樣可以吧 你看 是不是先切割完之後 再做一個切割 再做一個切割 他是不是就把三類分得還不錯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知道來做什麼齁 可以齁 好 所以接著 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可以吧 然後利用決策數的模型 來做預測要怎麼做咧 predict predict tree model 然後豆點 然後用test data 的 第1到4的column去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 我們又產生了predict y 然後接著把predict y 跟我們真正的test的結果 來做個比較 你有沒有發現 比剛剛GLM Net那個模型 又多上升了一點點的準確度 這就是決策數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 又要做練習題了 來 請你 你們有已經注意到 剛剛怎麼做了吧 對不對 好 注意喔 練習題要做什麼 前面這個 找尋最佳切點這裡 請你回去慢慢體會我剛剛講的每一句話 好不好 這樣你會更了解決策數的原理 你需要做的是什麼咧 請你在RS的model上面 做一次決策數 做一次決策數 有了一個預測結果之後 把剛剛的過程apply到 apply到那個 就是手寫數字辨識 也就是 你要改剛剛的語法 剛剛是用GLMNet對不對 請你改成Ctree 看看結果 performance會不會上升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好 給大家練習一下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語法 是 因為這個要跑很久啦 所以我就不在人面前跑了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跑完了 這個語法 就是 這個練習題的標準答案 上面的部分 就是一樣 先把檔案 讀進來分割 這個大家都會嘛 跟剛剛前面一模一樣 接下來下一個 trainerModel 這裡 LibraryParty 接著做Ctree 注意我這裡一個重點 factor chainY 為什麼 因為這個 chainY 現在 是一個 Numeric 但是 是一個Integer 好 但是啊 這個我要把它變factor 不然他怎麼知道 這是分類任務 你懂意思嗎 不然他就真的去預測連續 連續值了 這樣知道吧 所以我要把它變成factor 這樣他才知道是分類任務 做完之後 這個tree model就做好了 這個tree model做好了以後 就用它來predict 用txt 去predict predict完之後 注意 predict完之後 結果就是 0到9的數字 之前 剛剛那個gmnet predict出來 是一個機率 對不對 在 Ctree 函數 它的model predict出來 直接就類別了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要注意 所以說就是 我們這個使用套件的時候 training的這個函數 它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整個邏輯一樣 但有一點點不一樣 output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接著我們把這個predict y 跟真實的y 做相比 得到出來的準確度 就是71% 跟剛剛的30%級 有非常明顯的提升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把這個過程做一下好不好 這個部分 有沒有要拍照了 有沒有要拍照 有就拍阿 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放回去給你們做囉 來我們來學習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eggoryden 叫隨機森林 來 剛剛 在做的時候你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決策術啊 它確實有 就確實是比起邏輯所有鬼 好上了非常非常多啊 對不對 Performance從百分之三十幾 直接提升到百分之七十幾 對不對 這個是很明顯的提升吧 對不對 不過還是蠻爛的 對不對 好 我跟你們講阿 我們這一次的課程安排 就是這個data 你會發現越來越準 越後面交流就越準 這樣子好不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重要缺陷是什麼 來 就是training sample 是一次抽樣的結果 這個樣本一定存在的 一定的抽樣誤差阿 我們剛剛不是把sample 分成training跟test嗎 對不對 這個training sample 抓出來 假設 我隨便舉個例子阿 假設我們現在 要用血糖去預測 用血糖的值去預測 會不會死亡好了 這樣可以吧 那 也許其實切點 120到140 這個range之內 哪一個切點其實 真正 差不多 差不了多少 懂意思嗎 可是問題是 你只抽樣一次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個最佳切點 可能是129 這樣 129 跟130 跟128 就有很明顯的 預測差別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是問題實際上 120到140 可能之間都差不多的阿 這樣可以嗎 如果我多抽幾次樣的話 是不是有時候 是不是這個時候 有時候我就切在128 有時候我就切在121 有時候我就切在132 類似這個樣子 類似這個樣子 你這樣懂意思嗎 我如果抽了很多次樣 是不是就會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不可以把大家投票結果 拿來做預測 可以吧 聽得懂我的邏輯嗎 如果今天我抽樣子 只抽一次 我的切點就只有一個 對不對 我的切點只有一個 那個切點周圍的兩個數字 舉例來說血糖切在128 129跟127 就有非常明顯的 預測的差異 在應用的時候 但是如果今天 重複抽了好幾個樣本 我第一顆決策數 告訴我切點是128 第二顆決策數 告訴我切點是126 那光這兩個投票來講 好了 那對於125來講 就是兩顆數 兩顆決策數一起投票 它是negative 對不對 對於128來講 是不是一顆頭negative 一顆頭positive 對於130來講 就是兩顆一起投positive 所以是不是有個 漸進式的預測 這樣懂的意思嗎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問你們什麼 一點反應都沒有啊 你們是不是我講的太困難了 可不可以給一點response 這個很重要耶 你們聽不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還是沒有response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就是我現在講的這部分 有哪裡不能理解的 我再講一次喔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當我們只抽一次樣本之後 我們找到了最顯著最顯著的切點 那個切點的周圍 假設那個切點是3好了 假設一個0到10的數字 那個切點定在3 3.1跟2.9 是不是預測出來的結果完全不一樣 可以接受嗎 可是他們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不見得吧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今天真的隨機抽了10個樣本 並且我就把這10個樣本做了10顆決測數 也許他出來的range 他出來的切點 就是介於3到4之間 這樣懂你嗎 介於3到4之間 剛剛好第一顆決測數就是3 第二顆決測數就3.1 第三顆決測數就3.2 然後一直到最後一顆決測數就3.9 這樣可以嗎 假設啦 我們假設有這樣的情境 那這樣子 如果我有個新的樣本進來 他的 那個value進來是3.2 那是不是有 三顆決測數 認為他是 小於3點 就是小於他的cut point 然後有7顆決測數 認為是高於他的cut point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是不是我的預測是比較平滑的 而不是馬上就是一個cut point 就是直接決定我是生是死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嗎 好像比較多人點頭了 有沒有人想要跟我討論的 好 當你如果你可以理解我的idea之後 你就知道 那一顆決測數顯然是不夠用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叫隨機生0 就是很多顆決測數 整合在一起 所以啊 來 我們現在假設總樣本是100個 總樣本是100個 我現在隨機生0 我就是每一次啊 我隨機從這個總樣本 我說training data 我training data總共有100個 test data可能有50個 那不會用到test data 我用我所有的training data100個 我隨機抽一部分樣本上來 然後我用A樣本做出一個決測數 然後再用B樣本 然後再隨機重複剛剛的動作 再抽一個小樣本出來做出第二顆決測數 再重複剛剛的動作 下一個小樣本出來做出第三顆決測數 然後 舉例來說我成功製造了100顆小數 假設我成功製造了100顆小數 那我是不是一個樣本進來 我就丟給這100顆小數 這100顆小數會有100顆預測結果對不對 我把這100個預測結果平均 平均類似就是 取大家投票結果嘛對不對 再做最終預測 理論上 是不是很有可能可以提升 單一決測數的performance 尤其當分割邊界不是這麼明顯的時候 如果你的分割邊界非常非常明顯 那你當做我沒講 對不對 假設這個3.1真的是這麼重要的cut point 那100顆樹也會都投3.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齁 所以random forest 是不是比 單一的決測數更加的robust 這樣可以吧 可以齁 可以齁 100顆樹累加起來 好 我們直接來用套件來做 這個套件來看著 同樣的 data is 讀進來 data分training跟test 然後 library random forest 然後random forest 這個套件幾乎就跟 剛剛c tree用起來一模一樣 差別只在這裡 n tree 我們指定20顆樹 我們不要指定太多啦 指定500顆這種 請你回家自己慢慢玩好不好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20顆就可以了 20顆就20顆的投票結果嘛 這個tree的數目越多 想當然而準確度會稍微高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執行完之後 這個rfmodel就是我們的model 一樣 用predictrfmodel 然後testdata 產生predicty 跟結果做比較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單 線性可分割嘛對不對 所以說performance跟剛剛決測數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當你了解了這個過程之後 我們就要做練習題啦 練習題在做什麼咧 來 請你剛剛一樣20顆樹好不好 一樣20顆樹 把random forest的結果 apply到剛剛的手寫數字辨識 我可以跟大家劇透啊 用那個邏輯思維規 performance 百分之三幾 對不對 準確度百分之三幾 用決測數 準確度百分之七十幾 用隨機森林 準確度大概就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喔 這樣知道他們之間的差距有多麼大了吧 好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件事 因為我今天上的是這節課程的第一節 就是這個系列課程的第一節嘛 這個系列課程總共五節喔 隨機森林是最爛的一個 隨機森林還只在第一課喔 準確度就可以到百分之九十五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後面的eggony者會有多麼的強大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 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練習三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答案要怎麼revise 來 剛剛我們做的是random forest對不對 好 我跟你們講 你們剛剛做決測數的語法 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這裡改成random forest 然後把 c tree 改成 random forest 然後把tree model改成rf model 好 這樣就是答案了 好不好 這樣就是答案了喔 有沒有非常簡單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做起來真的是輕而易舉 好 那我現在要全部執行 那執行這個要等一段時間啦 所以我把螢幕還回去給你們好不好 好 我的程式已經跑完了 準確度 random forest的準確度是百分之九十四點六 幾乎是百分之九十十五 你如果去看他的tap的話 你會發現他已經幾乎都分類正確了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決測數 從 logistic regression 演進到決測數 再演進到random forest 他的那個performance的提升嘛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說至少啦 如果你今天要做個碩士論文 你想要去預測 舉例來說 根據有一些手上的 有一些什麼生化值啊 什麼這個 呃 或者性別年齡啊等等 你要去做一個預測模型 去預測 舉例來說 一年後發生什麼東西的機率 那 手上你至少這三種工具可以用 然後你可以去比較他的performance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們來 那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就上到這裡 來我們來做個總結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帶領大家 從線性分割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解決 線性不可分割問題 那隨著我們工具的越來越強大 performance有顯著的提升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注意一件事情喔 事實上 Tree Based Model 我們剛剛講的 隨機決測數跟隨機森林 這個我們叫Tree Based Model 這個Tree Based Model 其實還有一個 比隨機森林更強大的終極進化版 叫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這聽名字完全聽不出來是在工三小 好不好 來我根本講的是什麼東西 來 這一個啊 這個 決測數跟隨機森林的邏輯 你了解了以後 那我們來想想看 那在 那下一步我們要怎麼演進 Random Void做完之後 是不是隨機抽一小部分樣本 然後這一小部分樣本 我就拿去做 我train出一棵新的樹 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更有效率的 可以做這件事 來有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就是 我在 我做完第一棵樹之後 接著我根據第一棵樹的分類結果 有些被判對 有些被判錯嘛 對不對 判對的部分 我就把它權重調小 判錯的部分 我就把它權重調大 那這樣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多學習到那些我做錯的嘛 對不對 不然假設我有個Sample 老是做錯 那這樣子 我就沒有任何一棵樹去fit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我的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就是我每次在抽樣的過程中 我都可以把我的Sample Weight 把它做一個調整 那這樣子我抽上來的 有比較高的機率把我剛剛做錯的抽上來 然後再去 我新的樹就會去適應那個做錯的 結果的東西 這樣懂嗎 所以隨機生靈 的下一個進階版本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這是Tree Based Model最強的Model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怎麼做咧 來 再按你可以用XGBoost 這一個套件 它的做法也非常的像 來 先把它 來 先把它Library 欸Library在哪裡 啊Library在哪裡啊 啊懶得Library啦 反正就是 我跟你們講 它的這個XGBoost 我看一下 它有範例在這裡嗎 好啊 R XGBoost 你如果 你如果看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XGB XGB Train吧 XGBTrain 47頁這裡 你看它基本上它的 我們看它Example 一樣 Data進來了以後 XGBTrain就是把Parameter跟這個 就是Parameter就是這些 就是我們要輸入的那些參數啦 然後接著DTrain就是那個 DataTrain這樣可以吧 然後一樣就是把資料 送給它 然後它就產生一個叫做BST 這樣一個Model 然後要Predict的時候就用這個BR 就用這個Model直接去Predict 這樣可以吧 所以其實這個用法是非常簡單的 這樣可以 我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用XGBoost XGBoost來試試看 Performance可不可以再進一步的提升 這樣知道嗎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其實這個XGBoost 建立的這個Model 有一個比賽叫KaGo KaGo 是一個資料科學競賽的平台 上面大家都是比說 我丟給你一堆資料 請你幫我預測 對不對 注意大部分得獎的人 使用的 Egonism都是XGBoost 他是一個很強的Egonism 這樣知道嗎 只是因為我們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太可能 把XGBoost也交好 但是大家可以試著去用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 什麼問題 太好了 我第一次問這個問題 有人要給我回應 來 因為他中間你 你打 他在分類的時候 你寫Factor 你也沒問題 對 他那個Factor 可以寫Factor 什麼意思 Factor這裡 你平常打XX Factor XX XX XXX 一模一樣 XXX 跟Factor這兩個函數 用法一模一樣 差別在於 Factor這個函數 還可以再下其他參數 主要下Levels等於什麼 我在這裡 是不是有用到Factor這個函數 剛剛那個語法在哪裡 被我洗掉了 這裡 Factor這個函數 我可以指定Levels幾到幾 如果你是用AsFactor的話 它裡面有什麼 就只有哪些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齁 沒有我們就下課啦 好謝謝大家配合啦 啊 C